三扇门后只有一个奖品 每扇门的中奖概率竟然不是三分之一 欢迎来到史上最全留言验证节目 留言终结者第九季第二十一集 大家好,我是善哥 本集留言你做主 留言小组将从信箱中随机抽取留言 并一一验证 杰米亚当面前是留言大转盘 每个盒子里都是粉丝们提议他们该验证的留言 转到哪个,验哪个 第一个留言 验证我们成交吧 中蒙提霍尔悲论 蒙提为参赛者提供三扇门 其中一扇后面有奖 在做了选择后 主持人总是打开余下的两扇门之一 然后给参赛者一个机会 选择坚持最初的选择 或者换成另一扇关着的门 按常理 大家都会义无反顾的坚持不变 但事实上换门获奖的概率更大 亚当把这则留言分成两部分 分别是心理学与统计学角度 心理学角度说大家都不愿意改变最初的选择 统计角度 如果改变获奖概率会变大 他考虑搭建一个真正的舞台 做几扇真正的门 然后做一期留言终结者的游戏节目 二是个志愿者依次进入 哪扇门后有奖 有计算机随机生成 第一位参赛者选择一号门 结米打开三号门帮忙去掉错误答案 现在给他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 坚持一号门 或是改选二号门 参赛者纠结一会后 毅然决然选择坚持自己最初的判断 结果是空的 第二位参赛者上台 同样选择一号门 结米打开没有大奖的二号门后 参赛者同样选择坚持 门打开后 这一次中了大奖 一场接着一场的测试 似乎证明了这个留言百分之百是真的了 大家都坚持选择最初的判断 原因也很简单 他们认为剩下两扇门的时候 赢得大奖的概率都是50% 改选另一扇门 似乎并不能提高胜率的概率 既然每位参赛者都如此一致的坚持选择 那这个留言第一部分看上去很靠谱 为了彻底分析一下测试结果 亚当和杰米的游戏节目散告一段落 20名志愿者全部选择坚持最初的判断 第二项任务是要检测改进的优势是否明显 鉴于刚才没人改主意 无法收集数据 他们还得再来一遍 第二轮测试将着重于统计结果 成功概率看上去是1%的改选 是不是您的最佳选择 为了检测该留言 亚当和杰米将以100个数据作为统计样本 并搭建了一个精致的迷你游戏台 机器有几种功能 增加了样本数量 将做决定这一变量剔除 这样改选和坚持的数量就一样了 哥俩不停的做游戏 谁赢了就在身后板子上贴一张小红纸 杰米一直坚持 亚当一直改选 他俩的输赢将决定留言的结果 计分板上很快就显示出了非常明显的结果 改选的结果比坚持原来的选择要好得多得多 假设每个门后有奖品的概率是相等的1% 玩家选择了1号门 有1%的概率门后有奖 也就是说在另两扇门后的概率为2% 排除3号门 2号门后有奖的概率依然为2% 所以改选有效的使获胜概率加倍了 关于蒙提霍尔卫论的留言被证实了 三人众转动轮盘 选出的是一名美国士兵的来信 如果一颗手榴弹在你的身旁爆炸 炸弹残片是否会向上 向外散开 而因此选择卧倒是否更安全一些 这个关于弹道学的问题十分有趣 为了完成这项测试 三人众来到了他们最喜欢的地方 阿拉米达的警用爆炸实验场 他们需要先测量爆炸冲击波的范围 会用到爆炸检测膜片 破裂压强设为517千帕 超过该值人就会丧命 10个膜片分别放置在距离爆炸中心 连着3米处到3米处 这第一场爆炸 旨在确定在离爆炸点多远的范围内 爆炸冲击波会致人于死地 大家放置好手榴弹躲到观察室里 爆炸总是这样观赏性十足 检查检测膜片 确认爆炸范围半径是1.5米 1.8米处的膜片毫发无损 接下来在1.5米开外放置残片捕手 看看手榴弹碎片到底如何散落 如果在禁地面处有一个无伤害区 那留言就被证实了 脱水周围是残片追踪板 白色区域代表人站立的位置 红色区域代表人卧倒的位置 三人众还给追踪板加上了底儿 以便能看到往上飞的残片 手雷也会选用两种 一个比较古老的中世纪菠萝手榴弹 和一个现代的棒球手榴弹 爆炸专家完成处理工作 有独特二草的菠萝手榴弹准备就绪 破坏力极其惊人 有一块残片追踪板都被震倒了 在手榴弹爆炸时 在它周围的区域都不安全 不管是顶部中间还是底部 全部被布满了残片痕迹 看来趴在地上也无法幸免 接下来再用现代手榴弹实验一下 爆炸比波罗手榴弹威力大多了 所谓的安全区有更多的残片痕迹 把这个弹道流言直接终结 亚当接着抽中的流言 是横着拿枪 是否比其他姿势更精准有效 持枪姿势的历史 一如前边文化的时髦造型 这位观众的请求是关于精准度的 想知道五种电影中的经典造型 哪种真的有用 哪种是朽花枕头 为了找出答案 在测试每种持枪姿势时 哥俩都会向对面的靶子 射击八发子弹 再根据时间和准确度得出分数 武器是点45口径的半自动手枪 配备65毫克金属子弹 世界各地都普遍使用的枪和弹药 计分也很简单 黑色区域十分 黄色七分 声控计时器会计时并记录每次枪响 来统计八次射击总共所需的时间 还有一位弹道学专家在场 以保证大家的安全 前期准备完成 唯一还缺的就是一个基准数据 那么就选择韦弗式持枪姿势当基准 自从1980年开始 这种属于警方和竞技比赛项目 不愿认为这是使用手枪时 实现快速精准的最有效途径 韦弗式测试完毕之后 分数就有了参照 亚当和杰米的基准平均分是7.3分 接下来要测试的姿势 首先是三四十年代黑帮电视中的著名腰部设计师 亚当不看好这个姿势 看不到准形也不好复位 果不其然 亚当一枪未中 亚当除了几发擦边的命中 也没比杰米好到哪去 平均分是2.8分 很明显这个景点造型不实用 接下来直臂式 在80年代的喜剧动作片中极其常见 也一直都是个时髦的造型 杰米这次的感觉要好很多 握枪很舒服 也能看到准形 比腰部设计师 直臂式更有利于射击的速度和频率 最终分数7.1合格 下一个黑帮式 在90年代风格中 黑帮们似乎觉得测个90度更带进 可虽然同位直臂 射击速度也很快 但分数确实惨不忍睹 1.3分 紧跟着 黑克帝国式双枪射击法 虽然用了双倍子弹数 最后处以时间平均下来的分数 还能和基准数值进行比较 得分4.1不合格 最后交叉设计师 终极炫酷的电影效果 这种姿势比大家预期的结果好很多 居然有4.6的得分 可惜还是未达标准 总结一下心得 尾服式表现最佳 无庸置疑 腰部设计法最差 直臂式表现不错 黑帮设计法极其荒谬 双枪和交叉式火力很猛 实用性不足 能使用准星 用一支枪集中精力射击目标 才能算是有效的射击姿势 本期留言中间者用亲身实验证明了 蒙提霍尔悖论是真的 卧倒并不能避过榴弹残片 不用准星的射击法 全都很无用 今天留言挑战到这里就落下帷幕了 小伙伴们如果听过有趣且可信的留言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欢迎大家观众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